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做什么事呢 它把那个我填写的资料 直接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我们的最下面一列 那你可以从A2向下侦测 把它向下侦测之后 移动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之后 然后呢再来 把你侦测到的那个列 再把它加一 加一列嘛 那就输入到它的A栏到D栏 那程式撰写的方式的话 该怎么写 特别最后一 请你找到新增那个按钮 那当新增按钮它有个事件 你把它点两下 它会跳出什么 这个按钮的名称 加上它的事件 它的事件就是被什么 被Click Click就是滑鼠点它一下的意思 Click的一个事件 那我要知道几件事 比如说第一个 你的那个什么 大概最下面一列 的位置在哪里 应该是最下一列 加一列的位置 这个加一列的话表示什么 我要填的位置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把资料给输出进去 所以那我怎么知道最下面列 我可以用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R等于什么呢 RANGE 这个前面有做过 就是从A2 A2向下侦测 点AND 向最下面 的列 那你把它加一就好了 就是RANGE A2 这个是抓到A2向下侦测 7 那我把它加一 R的话就是第八列了 OK 这个从第八列开始 那我要把资料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 所以哦 把后 那输出的概念这样的 我前面讲过了 这个是我的资料来源 那它是叫Testbox 1 如果你没改名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是按顺序下来 所以这是1234 但如果说你刚刚有重新 delete 掉又重来的话 可能顺序会乱咯 如果乱的没关系 你记得就是1234就对了 把它改回来 1234 那怎么取得里面的资料 就是Testbox 1 它里面有个属性 就是Test .test 其实它那个属性应该在这里 Test在这里 也就是它里面填的资料 目前是空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里面的资料 就是Testbox 1里面的Test是什么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里 那这里是第几列呢 第R列的A栏 那表示的方式 前面讲过 所以后面丢到前面 后面丢到前面 那就是先Sales 哪一列 R列 Dot.A栏 等于什么呢 Testbox 1 点 你会这样点下去有对不对 表示这个元件是有存在的 点Test 意思是说把表单上面的东西 第一个文字方块的内容 丢到A栏 那以此类推嘛 那不就这样 Ctrl C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B C D 那这边改 2 3 4 好了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吧 就这样而已啊 好 这样的话就已经完成第一阶段 就是把资料丢过去 好 那来试试看 像看OpenOK 其实也不用死背 这些东西都是直觉的 你看得到什么 你就丢什么 只要你观念正确 怎么样抓最后一列 这个前面讲过 加一列 对不对 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这个前面也讲很 很多了 都一样的 好 那在接下来就把它执行 比如说 姓名的话就某某某 随便Key 输入一个成绩 最后再按 其实Enter 它会跳到新增 那你等于再按一下Enter 如果正确的话呢 它应该会帮我把 这些资料 有没有 好 刚刚填的这些资料 有没有 一个罗伯尔坑的 帮我直接就丢过来了 好 因为它就会先侦测最下面一列 然后位置 再把资料丢过来 好 来试一下 按一下它 诶 有没有发现 资料就过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说你要再新增另外一个人的资料 那你再按新增 诶 诶有没有 歪歪又下来了 好 那如果你再换一个人 那成绩 我假设 都一样好了 诶有没有 所以 你就可以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的嘛 但它基本上 反正就是 一直追踪 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嘛 一直往下就OK了 那只是说呢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可能也可以让它更好 方法就是 你看 发现 这个 这个字好像太小了 对 其实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地方再再把它制 其实可以一次改 拖拉过来好像没改字啦 所以你这边制 制行大概也改成大概16好了 跟它一样 这样呢 输出的话 有没有发现 再执行它 这个时候应该输出的话 应该就 诶 怎么样 这样就OK了 而且哦 你这样输入 感觉还蛮OK的 按个新增 可以啦 不过 最爱新增之后的话 理论上可能吹毛求疵一点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增加 比如说自动光 我算出什么 平均成绩 合格不合格 然后多重判断 反正这个地方可以再把它加进来 那当然这个后面的部分 应该是锦上添花啦 所以这个地方一把这个再改一下 它制大小 那第二个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哦 再平均的话 那其实我后面是有把这个什么 把Sales1里面呢 啊平均什么平均 等于什么呢 其实这三个相加嘛 相加再除以3就好了 所以把每一个相加 这个这个相加 加3加4 这个把它改一下 加3加4 漏了这个 点Test 它里面的资料的意思啦 如果没有这个它变成说 它不知道你要抓什么 但是会有个问题哦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里面的资料是Test Test基本上就是文字 那文字要跟文字相加哦 怕它会把它当文字来串 所以串在一起变成 比如说60加50 就变成6050 那就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把这里面的资料 转成 转成数字 所以呢 这边有一个函数哦 叫Cint C的话就有点像是 Change的 转转新的 Int就是它的整数 然后把它刮起来 OK Cint 外面把它包一个Cint 转型为那个int 转为整数 再做什么呢 计算 OK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哦 就 比较 不会有问题了哦 不然其实好像你不转 也可以做出 不过我不确定说到底会不会产生错误 第二个就是再帮他们整整个外面再把整个大刮壶包起来 对吧 用刮壶包起来 除以多少 除以三 那为了要四舍五路的话 我们最后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再包一个那个RUN的函数 R-O-U-N-D 然后前刮壶 把这个资料呢 逗点 取到 小顺点第一位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算完之后 多一个平均值了 OK 那平均值的话 来试一下 这地方也这样 把这个资料删掉 重新再来过 如果我要设个平均值 输出的话 比如说 某某某 然后Enter 输入 输入 再多一个Enter 那因为我设个中断点 他资料已经输出了 那只是平均还没输出 那平均的话 这个50 我转换之后 他本来里面的资料是50 你会发现上面有没有 他后面的50 后面有双引号 对不对 可是经过我那个 这个CINT之后的话 他变成50 也就是没有双引号的50 然后全部加起来之后 再帮我四舍五路到 小数点的第一位 好 这个时候输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是3.3 OK 那合格不合格这些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了 比如说 合格不合格 那我们怎么样再加上 合格不合格 那这个当然 第一个输出到F栏 所以你可以再增加F栏 等于什么 合格不合格 那合格不合格 你想说那这边 我要怎么写比较简单 那你要再逻辑判断 可是 你想到前面好像我们写过 今天有个写过什么 成绩函数 那成绩函数这个已经写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干脆呢 拿这个成绩函数 拿来这边使用 钱瓜糊 那他会问你说 你平均成绩是多少 那平均成绩在哪里呢 就是Sales1里面的质量嘛 所以把这个拉过来 其实也可以利用 表单也可以用什么 你的制定函数 来计算 OK 然后再来你的Sales 再来就是多重的 那F栏等于什么呢 等于其实就是 一样嘛 其实这就是上面这个 复制下来 然后这边多一个什么 我们要一个多重 有没有 其实这个 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模组里面的 这一个跟这一个 那这两个 可以在这边使用之外 其实在表单里面呢 使用也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做完之后 来跑跑看 一样启动表单 然后再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的资料 Enter Enter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怎么是D 那我可能刚刚有一个地方 应该没改到 这边的 变区才对 因为习惯上附计贴上 然后都贴了就忘了改 所以其实贴上 最怕就是这个问题 好 那其实应该理论上 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就是 把资料填完之后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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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输出 OK 不合格 D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自动也可以产生其他栏位的资料了 那请各位再试试看 这个地方 打开它里面的程式码在这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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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